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都不的话,大忠神呗,主公正对门,一人打一半,能不能完事 那看着再说,主公选择了身侧,我们选择了龙神 龙神将啊,在身侧局相当于是多一重连银的宝藏 卡连银了以后,自罢,对不对 那么容此以来的话,无奈江东西遥霸王 先猥琐一会儿,耍个帅 那么太史池的话,他是先制霸,并且是拿五谷风筝制霸 没有开五谷风筝,那应该来讲是一个好人样 好人样的话,要不多的牌子千亿一个,对不对 当然了,他说不定还要输出,他正好是K不K了 那如果要输出的话,就更爽了 那么驼驼的话,那就直接一刀呗,是不是 他不是戒驼驼,他是飙驼,只是有青狼的,没有抽身的 哎呀,上来就逼我们,你再杀我们再散 你如果不杀的话,我们没闪的话,也是直接发四张 搞到我现在发两张,是不是 发两张,来,开始闹起一波 你精彩如果是忠诚的话,他直接压驼子的状态就行了 所以说精彩是坏的 那么国家就不用说了,这也是坏的 这不连银就连起来了吗 上来就无损的连银了,你被冰了,直接签序 然后摸了盆,哪怕连银上来的盆,哪怕抢连银了,还有支八 所以说直接是绝对可以连银的啊 但是就开始连多少了,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连几下就停了呗 那么夜火灵剑,发给您的 哎呦,这一碗砸我们一下,不砸了 我跟你说,他都对不起,得了这么多准处的盆啊 叫额外的盆,但是呢,是不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啊 其实啊,表面上有五个反对啊 但是你要相信,绝对是一组两中一类四反 所以说呢,这个,肯定要靠自己的实力来钢一波了啊 不能说啥都靠别人了 那么泰斯池的话,这一轮应该还打不死人 但是可以压状态,如果有刷的话可以压状态 你不是上一轮出了个大拼吗,是不是有啥没啥猪卷 这一轮我作为对儿让你拼赢,看会怎么样 你个皈依袜子 本人就说,我说泰斯池这一轮虽然打不死人 但是可以压状态的啊 但是你看,拼赢了他干的什么事 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叫什么来着 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 并且这个时候你要敏感一点啊 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说朱尔克砸了你啊 但是他是最有可能是内奸的 他是最有可能是内奸的 在鸵子排一出的情况下,他没有继续扎你 给你留了一条活路 那么就是这一条活路,要拯救苍生于危难了吗 来吧,先负起你的责任,闪电 然后没抢黏营啊,抢黏营了以后才自罢 他这个地方一扫打多,没有强开五骨啊,比较温柔 等他们这个地方过拆的话,还是按正常的拆了朱尔克的马车 害怕马车出问题,或者怎样怎样拆了他 其实应该拆新采的沈嘉仪,或者是拆别人的刀啊,或者拆手牌 要考虑一下朱尔克是内奸的问题啊 这个地方没有依预考虑 嗯,行吧,这个家伙,那正好反正算是保个命了呗 孙策即使不救命,也算是保得住 还有要注意啊,这个伞是不抢黏营的 这个伞是不抢黏营的,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有一个闪电在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孙策就使劲地打输出 打了死就打,打不死就打残 剩下的干什么,交给我了 你说你一个鬼娃子,这也没有烂也没有哭这么烂的口气 那你觉得我这一局会输吗 对不对,迷人都知道不可能输掉的 主持点光魂 所以说,一夜火连剑一定要发动千区连银 不然散抢连银了,来吧 剑剑激发 看你们谁谁那个掉 国家的话肯定暂时死不掉 他会跟驼子那个猥琐地活着的 这个你放心 但是我就不相信我使劲地打输出 我看你还能怎么样 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不够,记得去拿那个连铝 不要拿那个长刀了 要要低定一点 好吧 没有,不要紧了啊 有那个,先打死他再说 注意,拖子只要死掉 反对就没有几个头了 知道吧 所以他是可以死掉的啊 可以死掉的 再来一个 这个时候还怪你是不是内奸了 是不是内奸也打 往事也打 来,乞套我们的副义马 雷沙走一会儿 啪啪 之前开过万箭的啊 直接就是啪啪的 我跟你说 那么柔子一来的话 这个 又倒一个 他有些时候 调倒众人窥 虎破众人垂 虎破众人垂 是不是 所以说 头都只要倒了 国家作为命运 一大就杀死他了 对不对 像马术这种残活的一个南蛮一打就死 他就有这个特点在里面 所以说啊 做客还真是内奸 就是我的推断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家伙他由于比较强势 我管你谁是内奸 全部打死再说 是不是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拿一个桃子 劝翔呗 直接就劝他翔了 当然他其实投不投降都无所谓 我们也有杀 主公也有杖八 他绝对走不过去的 是不是 那么也是不负众望 作为主动担当 担当起整个主中方的一个顶梁柱一样 轻松的获得了一局的胜利 你发现了没有 那么这一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大内奸啊 选择了局长 徐网这个武将百八年都没啥出场了 虽然说改过技能 咱们还是读一下 但是呢 依然出场率很低 断梁 可以将黑色基纹牌 或黑色装备牌 当冰梁使用 负一名角色的手牌数 不小于你的手牌数 则你对其使用冰梁 没有距离限制 主要以前的话 是能直接相当于 冰的时候有一个负一 对吧 贴冰的时候有一个负一 但是现在他没有正向权利了 他改成了是 手牌数不小于我们的 我们可以无距离的冰他 那么当然 其实加了一个 第二个技能杰肢 锁定计 一名角色跳过摸牌阶段后 你摸一张牌 注意啊 不说你冰糖冰入了以后 你摸一张牌啊 如果是因为其他人 跳过摸牌阶段 我们也是摸牌的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冰梁春砖 当然还有技能 跳过摸牌阶段的都有啊 都是可以摸牌的 那么 我杀了柔等 一眼 直接气盘 但是他反应跳出来了啊 虽然说没有血迹 又可能是手残了呀 对不对 自己在说我吵字头 也不知道啥意思 哎呀 小伙子们可以啊 你们这帮人 虽然之间 鼓鼓风灯 哎呀 拿一个破桃 其实他们 我感觉这个鼓鼓风灯啊 就是纯薪水本色 你发现了没有 你前面 四年晚 你跟我说开鼓鼓风灯 你是怕我们 主东方的反击不够啊 还是说咋回事啊 是不是啊 那忠诚就赶紧去反击一波 干得漂亮 就是应该压一压他们的状态 虽然作为老早就跳钟了 我们作为内奸 身份长没问题 上来的话 作为六个黑的局长啊 看憋不憋得住你们 过活踹刀 免得他直接打存拳 但是啊 局势是非常的那个的 一点都不好 其实 不要以为你两个难玩 首先你看第一个 都不一定有多大好处 如果看两个 白亏一个你信不信 所以说 他这个地方看忠诚 然后你开杰命杰命 我们只是象征性的看你 你如果愿意给我们解密 那就好 不给我们解密 我们也打了反战 也打了忠诚 第二个难蛮是肯定要牛的 那么银头作为诱惑 我会无脑的把这个难蛮贡献出去吗 相当于捐出去了 那我肯定不干的 银是力道 四为良气 他孙权正好能截这么多牌 如果孙权满手牌开A的话 这个说不定到我们手上来了 起码那只是我们想一想 好了 咱们作为局长啊 搞了两个兵出去 看能不能截之道 本没过 截之一 对不对 你只要没过 我就截之一 那么本又没过 截之二 来截之二号来的牌 也是这种可以当冰凉春乱的牌 但是要注意 如果要跟远处的人 要求其手牌 大于等于你 打一步捉翼 你先穿你的牙 那么谁会啥都不做吗 不可能 他该打输出打输出 该补牌补牌 那这个时候难蛮开出去 说不定就有 有那个迎头的诱惑 会不会开呢 开出去了 那啥意思啊 你别说我内奸 看你散的了 我不打死你太子出 你太子出 你是孙权的人头 你信吗 是不是 所以说 根本就不能怪我们内奸 局势走到这来了 你们共济为内奸的人头 作为后话的话 你们要感到骄傲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局内奸要赢 他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作为一个经验 不赢的话 不会头感来看 会赢的 赶紧跳泪 收人头也是情况 该我们到了 该走到我们收人头的这个地步了 然后来连祖宫 也直接兵起来 别的两个反贼不禁打 就那啥就崩了 所以说赶紧找一找状态 反正反贼别死太早了 简佑赶紧再控一控 压一压状态 都是可以的 又来个百步穿扬 这是肯定要救的 绝对不可能让众生拿人头的 这个年度你不能小瞧他 你说皇宫没办法放上 有了吗 是孙权的 那如果将来的哪一天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被乐了 没有过 只要过了的话 打不起寻寓球了 打不起了 那么也别急着收灵统了 争取让他自己再防一下 比如说孙权杀他 可能还有闪九条呀 简佑看能不能还贡献一个呀 对吧 当然我们的恶也没过 反正你说这个灵统死得不冤 死得不冤 搞了这么多招 把他搞死的 那简佑的话最起码 把黄宗压一压吧 别的不要求了 你妈 哎呀 还来个一杀二 三个杀子 一是离岛 这个时候就要看 到底这六张白有几个杀了 我跟你说黄宗他现在狠的狠 但谁都是家伤害 还行还行 这个年度没有一个真杀 换杖八以后不能强作 有机有无险 所以说你说内军能赢 那没有人品因素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吧 这还是有很强的人品因素 在助我们了 保我们一地之力了 之前的时候已经在外求过头了 再次应该就不要再求头了 行吧 要求不高啊 这是简佑多顶一会儿 把黄宗压磨死 进一个阻力反 然后阻力反那时候 孙权的状态不要太好 作为一个孙权局后期 是吧 要我们作为内奸要面对的 孙权他这个后期的这点 我们不希望他以过分好的状态进残局 是不是 挺好的 断杀就了 断杀就了 冰一下 下邪本 下邪本 啥意思啊 这么好的装备拿去接冰了 那就相当于是想回点牌 毕竟有一个节肢 结果人家天过了 并且你如果不冰的话 你千万别舍不得 黄宗压磨了一个伤口害事 打谁都加伤害 害事 结果呢 我只能说啊 你这两个兵瞎了 瞎得有点狠 要不砍一刀 对 砍一刀争取减用 反正你有事你就干 没事的话 你拼靠一个盆 反正就是 别让我们后期压力过分的大 我觉得就成 行吧 靠一个 两利 多 则两身 盆盆 先结算黄宗啊 虽然说他是打得分拳 格外的黄宗 但是都是思维 是吧 同一时间成为目标的 按一时针结算 先黄宗嘛 就相当于 生权掉更多的血 三人博弈秀了 都是这么一个三血了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说 并严格的按十分之一左右的几率来过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贴拼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说白了 后期我热你们肚子了 生权就一滴血 你简用搞得死他们 如果你生权状态太好了 我不让你吃饭 你又能怎样 所以说 这个时候就很考验 一定要顶住了啊 距离胜利就差一步了啊 就差一步了 哎呀妈呀 你说这 这胜头天阳阵来的 这简直就不是牌 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两个人来讲啊 简直就不是牌 如果即使来不了的话 其实还有点难 你说你家捡用一滴血了 这个家伙 又可能被生权捡走人头 你说你不一样呢 又一直耗着 反正也没啥实际性的进展 虽然我就说 这个连堵啊 简直不是个牌 对于他们来讲 简直就不是个牌 对于我们来讲 那个有如天柱 他绝对是有如天柱的 所以说徐黄啊 作为虽然改版以后 但是出场率依然不高的人 我们相当于是勉强的 见识到了徐黄的一局的发挥 是吧 确实是因为不受欢迎 改都改过了 不受欢迎 真的说明改的失败 好了 那这一局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ADD局 那你如的话 你也别多想 这就是别人家的你如 跟你自己玩的 都说绝对不一样 但是大多数情况 人家还是效果要好一点 大喊一声 那作为前卫忠诚啊 上来三岁不干 后两个杰索 我就问你们 怕不怕啊 同志们 你们怕不怕啊 我都替你们捏把汗了 你看 主公还绑一个杰索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 被人辅导了一下 那等一会儿 那么效果就更大 你主公绑的这两个 应该是比较累个的 剩下的都有可能是中类 你发现没 所以按排除法的话 这两个是反对的体力最大 铁锁一拔 算了 一个都不留得了 嚷这一气 刘峰说 赶紧被烧了得了 因为后面无论谁抵不住 到时候刘峰都是要掉血的 他直接被烧了 他只有被烧一次 但后面的人 上来就被烧 然后后来还要一次结算 丢牌丢牌之类的 丢不起的又得被烧 主公叫陈死了 陈送一个解密 对 陈不解密了 陈直接送刑伤 能不能捡一个人头 捡一个银头呗 中中生有 你 你好像还没灭记 你好像还没灭记 来吧 这样一来的话 还有决策 潮批的牌还不少 当然了 我们没说就这么玩了 那决斗都是可以打输出的 然后呢 把这个噪音给他测死 我管你谁是中 谁是累了 对不对 直接给他测死 手上留一个灭记牌 到时候来灭记这个增机 是的吗 所以说的效果就是你 你所见到的 那就是这么好 对不对 你主公不打是好事 说明稳当 稳当的话 我们就不用操心了 来吧 我最喜欢落井下石 测死他 我有杀我不杀 我要测死他 那就拿命来填 无路可走 那就拿肉来尝 是不是 最喜欢落井下石 这个家伙的台词 请敏君 当然友情提醒一下 今天的视频 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如果要提醒一句话的话 那就是视频下方 红色字幕 昆尔姐的赞期TV直播间 搜索主播内称 湖北张宽2018 或者直接访问 赞期.TVE-SP张宽 好的 谢谢大家